又是博命时刻 台湾老将王子维同样拼 林俊逸加速突击 比分再次打 接着踩着钢丝 难不成上一轮老一哥周天成的悲剧 又在王子维身上重演 轻轻这一抹反抢到赛点 可惜了 这一个后场偷得比分再一次打 轮到王子维 板抢赛点了 可惜了 这不杀出界 双方再次站平 林俊逸把子维压制后场去 再打转身 哎呀 挂回了 再次让出一个场点了 这次王子维带到机会 杀上了 因为一年前 也是巴金斯的争夺战 王子维成就了 林俊逸的崛起 从2022台北公开赛开始 拥有了强大比赛自信的左手重胖 开启了自己开挂式的一个赛季 也让他的世界排名 一点点挤进了前25 而国际赛舞台 一再演绎黑马角色 给人们展示了 什么叫台湾西一哥的超强大心脏 别看他开局 往往都不打击 可一旦比赛 到了胜部最关键时刻 后发女人的他 总能屡屡扮演黑马骑兵的角色 突然一波加速 疯狂突击 然后翻盘逆胜 赢下比赛的胜利 而时隔一年之后 这两位最近表现都很不错的台湾名将 再次在巴金斯的舞台上相遇 要在一决咨询 但这一次 王子维已经做足功课 对于林俊逸 他的战术打法 他也摸得一清二楚了 同样的阴钩 他不会再翻一次 从开局4比3反超之后 他就强硬守住 自己的领先比分优势 特别是林俊逸 屡试不爽的后场杀球 他任性无比的多次打回去 完美摆脱后 更主动发起了进攻 贡献出 多次灵力后杀 最终 他以11比6进入技术暂停 暂停休息回来后 林俊逸又突然断电 出现一系列的失误 让王子维 退险飞机 退险飞机 没有动愿用 不停 这边 没有动愿并不在 家导致 未经讨论 他的位置 离开 他也没转过 将比数一口气拉开到15比10 而手握这五分优势 让王子伟打得更加紧绝主动 发棍林俊逸 虽然扣杀依然很凌厉 但失误也从未见断 结果再得一分逆时一分的场面下 让比赛来到了18比12 王子伟就彻底放开手脚 与之展开了后场对空 顺势打出了一波3比1 以21比13先下一城 拿下首局 四局 王子伟多次激情出镜 让林俊逸取得5比10先优势 但很可惜 林俊逸还是未能控制住自己的失误率 cycles都握ama Racing 찐руion Monaten 12你 小钰 六他们 Louis 王子优待出了 笋 队地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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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王子韦反作机会 连续攻击步步进逼 成功 将底奔追成7比7平手 随后林俊逸再续15 让王子为10比7力量抛前 技术暂停前 双方的比分定格在11比8王子为又一次领先 休息回来后 林俊逸才刚追回一分 但左手又出现状况 不得不申请医疗暂停 进行大拇指包扎 医疗暂停后 林俊逸率先拿下分数 加上王子韦多次15 双方又回到12比12 双方你带过王 比分级1呢 双方你带过王 比分级1呢 要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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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翼也不遑多掌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当王子卫战成20比19时 林俊英一如既往 用自己超强大心脏 焦住到最后一刻 来一击差 成功单独为20比20 甚至率先函抢回一个局末点 但这一次 揭发拖后场的一击 出界了 让双方打平 而王子卫连续近身攻击 会自己创造第二个赛末 可惜这一球打出界外 双方又战成22比22 但属于林俊一好运气 似乎也到头了 他这次到达 让自己再次让出比赛成 而王子卫最后一击 似乎助手的 最后21比赛 24比22 现在 继续成功 让台湾新一哥 发行前 倒下 王子卫成功挺进南单四翔 从此自己升纳 第一个台北中开赛 王子卫成功 谢谢大家